当地时间5号 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在会见到访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艾哈迈迪安时表示 伊拉克反对任何国家侵犯他国主权的单方面行动 伊拉克始终坚持木林友好政策 致力于同区域和世界各国构建良好关系 但不会以牺牲伊拉克的主权和安全为代价 艾哈迈迪安表示 伊朗致力于维护伊拉克的安全和稳定 远继续根据两国联合国安全协议开展工作 针对近日美军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目标 卡纳尼表示 目前中东危机的根源是巴以冲突 以色列在美英的支持下 持续对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 而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尽快结束加沙地带的冲突 他谴责称 美国对其他国家主权的侵犯 是在将舆论的注意力从加沙地带转移 近期的行动表明 美国对缓解中东危机 没有正确的认识 国际社会不能指望美国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作用 像研究竟一端的指望 和英国的搞法 和英国的印象 和英国的演繹 以文字幕、印象中的视频 以文字幕、印象中的视频 而解中的階段 和英国的烤衣 和西方的灵状 与沙地产 卡纳尼表示,自本轮巴以冲突以来,伊朗一直在为制止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努力。 他指出,伊朗不寻求紧张局势升级,而是希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 卡纳尼还强调,伊朗将始终对其受到的任何威胁做出果断反应。 伊朗不寻求紧张局势力度和平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